这个富豪今天来看了吗? 仔细一瞧,隔壁竟有个女孩在跳芭蕾 修长细腻的四肢竟显优美 每一个动作都是黄金比例 大叔瞬间看呆了 他急忙走上二楼 再一看女孩已经进屋再换衣服 突然女孩回头看向窗外 大叔急忙转身 还好没被发现 他再次探头偷看女孩 他身边多出个男人 两个人特别黏糊 毫无疑问他就是女孩的男友 大叔的目光瞬间变得猙獰 他仿佛感觉自己的女人被抢了 就在这时助理来催他上班 大叔不舍地下楼 正要坐车离开时 身旁的中介提醒他 如果不想买这栋还可以看看隔壁 想到住在隔壁的人正是女孩 大叔静止走到门口 是女孩的男友大壮来开门 他一眼就认出大叔 大叔是最有名的节目主持人 心理治疗师和大学教授 中介说要来看房 可大壮说我之前想卖房 但现在不卖了 大叔说那太可惜了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而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 大壮突然将他叫住 邀请他进屋参观 这时女孩走了过来 他刚洗过头发还湿漉漉的 大叔上前和他打招呼 女孩看到他非常激动 谁不认识这个有名的男人 女孩说自己是舞蹈系大学生 他要赶去上舞蹈课 便匆匆和他告别 大叔也回过神来 想起自己还要回学校讲课 离开前他对中介说 买下隔壁的房子 他回到教室讲课 可脑子一直浮现女孩跳舞的画面 他感觉心跳加快喘不过气 匆忙宣布提前下课 大叔找到自己的心理治疗师小提 向他诉说这个女孩 小提感觉不妙 他提醒大叔 如果不能忘记这个女孩 他可能会重复21年前的恶语 只有他知道大叔隐藏的秘密 可大叔发现他根本忘不掉女孩 回家的路上 他来到女孩的大学 果然在舞蹈室看到了女孩 他正和男友大壮你浓我浓 原来大壮在这里当音乐老师 大叔悄悄坐在黑暗的角落 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趁没人注意接近他的背包 突然间女孩的手机响了 大叔慌乱地走出教室 他拿出自己刚偷走的女孩的丝巾 拿在手中满意地袖着 第二天一早 他再次来到小美的家 说自己好像落下一个黑色笔记本 这个变态大叔 对跳舞女大学生一见钟情 进一路跟踪他到学校 偷走他背包里的丝巾 捧在手心反复袖着 第二天还直接来到女神家 正好他男友大壮不在家 小美来开门 大叔说昨天来这儿看房 误把一个笔记本落在屋里了 小美爽快地请他进屋 急忙帮他翻找 一个不经意两人蹲在地上 距离不到十厘米 大叔感觉有点暧昧 从未见到这么清晨的女孩 可小美完全没有多想 这时大叔看到桌上有一张演出票 小美解释这是今晚的芭蕾舞演出 他今晚要做主舞上台 现在感觉非常紧张 大叔安慰他恐惧才会让人更鲜活 还说自己会准时去捧场 下午大叔回到公司上班 一个头发相当茂盛的女记者要来采访他 不料这记者竟问出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大叔瞬间脸色一变 强撑出一个笑脸将他赶走 他便得方寸大乱 自己隐藏了21年的秘密 怎么会被一个小记者知道 这天晚上大叔来到剧场等小美表演 而此时的小美正在后台化妆 突然收到一份神秘的礼物 打开一看竟是没红色羽毛 小美不知道是谁送的 但她选择戴在头上表演 最后的演出十分成功 而这一切都被大叔看在眼中 第二天一早 小美又收到一份神秘快递 满桌的鲜花 还有一条精美的丝巾 突然大叔出现在小美身后 她非常淡定地走过来 吐槽快递员把自己的快递乱放 小美说原来这是你的东西 我刚才误会了 大叔说我可以把丝巾带走 花就留给你了 小美拒绝了 这话让她听着很尴尬 她问大叔什么时候搬过来 就在今晚大叔说 最后她还是把花留给小美 说是为装修发出的噪音表示歉意 小美也只好收下 自从昨晚大壮一直在冷落小美 就因为小美自作主张戴上红羽毛 小美解释我想努力展示自己这很正常 谁知大壮转头就翻出红羽毛 两人争执的时候 不小心把羽毛耗吐了 小美瞬间变了脸色 把大壮赶出门外 她忍不住哭了出来 大壮为什么不理解自己想红的心思 没过多久小美接到大壮的电话 让她马上到后花园 小美一看她竟在种柠檬树 大壮扣破一个柠檬 将汁水抹在小美的脖子 凑近疯狂地闻着 她对小美表白我疯狂迷恋你的味道 我真的很爱你 就这样两人又重新和好了 此时大叔正在房子里 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个大叔有多可怕 迷恋上隔壁女大学生小美 在家里安了监控密室 24小时了解她的一举一动 突然大叔的女友来看她 女友是有名美女演员希拉 两人是秘密恋爱 就在希拉准备离开时 正巧偶遇小美和男友大壮 两人被邀请进屋喝咖啡 四个人聊得非常投缘 可大叔眼里只有小美 她的模样简直让人沉醉 聊天中大叔得知小美有件烦心事 原来在白天大壮被校领导告知 赞助学校的大老板 想让他班上40个学生去公司表演 大壮本想拒绝商演 但碍于校领导的要求 便去和投资人的手下商量表演计划 聊天中得知公司提供的表演服装太暴露 而且提供的表演时间非常短 根本不够表演整部作品 大壮当场就生气了 直接拒绝了要求转身离开 投资人的手下看呆了 大壮哪来的胆子得罪老板 果然回校后大壮被校领导一顿批评 因为大老板表示明年不再赞助学校 这下他闯下大祸了 还在期待这次表演的学生 主动来询问大壮进展怎么样 大壮却支支吾吾 不想伤了孩子们的心 回家吃饭时小美也责怪他 毕竟这次机会难得 可大壮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艺术家要保持自己的腔调 为了钱和名气出卖自己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小美想再劝劝他 可他又离开饭桌 小美骂他一遇到事情就知道逃避 今后还怎么过日子 听到这里 大叔表示我认识投资学校的老板 我明天给你们说情 小美听了非常高兴 立刻感谢了大叔 第二天大叔来找投资人 就是眼前这个叫萨迪克的老板 他还投资大叔的电视节目 两人认识很久了但关系一般 此时萨迪克正在郊区打猎 虽然他有钱任性 大叔表示自己也是有底线的 未来咱们还得继续合作赚钱 最后在软磨硬炮下 萨迪克乖乖签下了投资合同 大叔回家后 立刻来到小美家 告诉了他们这个好消息 大壮再也不用被学校批评了 小美一激动 主动握住大叔的手 这让他有点意外 这时大壮拿来好久说想感谢他 可大叔说还有工作要做就先走了 白天大叔去学校讲课 顺便公布了最新的考试成绩 班上这名叫贝贝的女生是优等生 所有人都认为他能拿到 谁知他检查表格 发现自己竟然得了F 这意味着他拿不到今年的奖学金了 他觉得一定是大叔弄错了 火急火燎来找大叔说理 请他重新再检查一下卷子 大叔解释我知道你家里穷 从上大学四年来 一直帮富家子弟代写作业赚钱 如果我把你的事情告诉学校 你就会被开除 你当不了心理治疗师 一辈子可能就这样毁了 贝贝听着有点害怕 他说自己愿意改正 大叔表示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具体怎么改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在当老师这方面 大叔对学生确实特别严格 他不知道的是 有一场危机正在向他靠近 几天前来采访他的女记者 他早上来上班时发现员工卡失效 主管向他走来直接告诉他被辞退了 还被告知他可能已经被整个行业封杀 导致他变成这般模样的人 正是大叔 因为他上次问大叔是否在精神病院住国 直接把他惹毛了 女记者很生气 这人仗着有钱有地位 竟然剥夺了自己工作的权利 他发誓要毁掉这个大叔 晚上他独自在家郁闷时 突然一个男人上门 而这人竟是萨迪克 女记者很震惊 这个大老板怎么会找上门 谁知萨迪克净准确说出他最近的遭遇 女记者问他想要什么 为什么萨迪克会想搞垮大叔这个摇钱术 难道两个人有什么过节吗 这个富豪今天来看行 不料看到隔壁有女孩在跳舞 当即就向中介下单 这天小美在家门口练舞 大叔在自家监控室 细细品味女神的优雅舞姿 突然小美跌倒在地面 掰来脚趾一看 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中了 大叔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小美大声呼叫大壮 可大壮迟迟不出来 屏幕外的大叔生气了 大壮这个混蛋到底去哪了 他实在坐不住了 假装路过小美家门口 走近后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自己脚趾好像受伤了 大叔坐下戴好眼镜 把小美的脚放到自己腿上 大叔让小美忍一下 仔细一看原来是梅柠檬树数次 然后帮他拔了出来 小美说希望这不要耽误跳舞 因为今天在学校 她的闺蜜短发妹突然回国了 短发妹前阵子手腕受伤 说好去伦敦治病 却背着小美偷偷去了皇家学院进修 导致小美的主舞位置受到挑战 老师想让她和短发妹比赛 重新选拔主舞 看着伤口小美感觉很沮丧 大叔说我觉得应该没事 可以给你按摩一下 于是小美听话地躺在椅子上 大叔说 你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爱过的女人 可惜她后来选择离开了我 小美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没想到在人前这么风流的大叔 也有真情实感的一面 就在这时小美的闺蜜短发妹来了 她热情地和大叔打招呼 小美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她 短发妹瞬间露出一副暧昧的表情 小美介绍说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短发妹炫耀地拿出在伦敦的表演视频 当着大叔的面让小美难堪 而大叔似乎也察觉到她的不开心 短发妹掏出手机 主动索要大叔的手机号 这个妹妹也太大胆了 这时大壮终于出现了 小心把小美掺回屋子 她感觉脚疼得不行 而短发妹只顾着和大叔搭讪 临别时短发妹对她说 我还想多和你聊聊天 大叔说我也和你一样 短发妹听了很开心 马上跑到小美面前炫耀 小美说你应该知道避嫌才对 你不能这么自私 之前你偷偷去伦敦学习的事情 为什么故意瞒着我 话音一落 短发妹炸了 她认为小美是在嫉妒自己 转身就潇洒离开了 这让小美感觉很伤心 她透过窗子一看 闺蜜果然去找大叔了 这边萨迪克又来找女记者 来问她要不要加入团队 一起掀翻大叔的老底 女记者说我有个条件 我帮你办事一分钱不要 但你要帮我建一个名媛新闻网站 你要给我投资 我做网站运营员 作为交换 我给你挖掘大叔更多的秘密 选择权在你手上 萨迪克感觉很无语 本来她是主动的一方 一下就变得被动了 女记者让她考虑清楚 然后拉开大门 直接把她请了出去 这女人也太霸道了 第二天一早 大叔刚醒听到一阵闹钟 走下楼顺手将手机闹钟关掉 但这个手机并不属于她 属于小美的闺蜜短发妹 大叔出门来找小美 发现她颓废地坐在椅子上 她说脚趾还很痛 肯定比不过闺蜜 决定不去参加选拔了 可大叔坚定地看着她说 你要赶紧爬起来 拿下选拔赛 拿下你想要的 小美不屑地转过头 一点也不想听全 大叔说 你闺蜜正在我家 她昨晚喝得烂醉如泥 根本起不来 她已经不配坐领舞了 小美听了一脸猛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她竟然吻了上去 小美闪躲不及 大叔离开了 小美呆呆地愣在原地 聚会上女孩正向富豪表白 突然富豪的女友来了 她可是当红演员希拉 富豪当然拒绝了表白 女孩瞬间变了脸色 她伤心地跑去找闺蜜小美 大骂这个大叔是混蛋 因为之前他们还喝酒聊天 今天就翻脸不认人 小美听了感觉很尴尬 因为昨天 大叔主动来给她送了个波波 她到现在都很震惊 大叔来和小美大壮打招呼 小美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仿佛自己做了对不起大壮的事情 她找借口说累了想进屋休息 实际上是在躲避大叔 她偷偷观察大叔 想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这边女记者竟找到大叔住精神病院时 曾经照顾她的两个护士 记者想要大叔当时的治疗档案 大妈说不可能档案都被封存了 只有医生才能查看 记者问还能多说点笑 一看 没想到这黑发姐战斗力惊人 一把猛推大壮 直接把她送进了医院 小美听了若有所思 说昨天大壮一直让她很生气 感觉现在是时候 自己替自己做决定了 于是在这天傍晚 她背着大壮来到电视台 独自接受了媒体采访 过程非常顺利 这一晚小美鸣鼎大醉 回家后和大壮吵架 不该对自己隐瞒黑发姐 大壮却觉得她在无理取闹 这屋里发生的一切 全都被大叔看在眼里 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 小美骂大壮是个胆小鬼 见不得女人过得比她好 大壮无奈说我不想再吵了 小美又说我今天去录节目了 大壮更生气你这样不踏实做事 早晚要付出代价的 这边希拉突然找上门来 还给大叔买了捧花 可大叔一脸便秘的表情 说我的投资人萨迪克马上要来 万一让他看到你在这不太好 希拉撇撇嘴那好吧我先走了 终于把希拉送出门 赶紧回来接着看监控 发现大壮独自出了门 小美随后也跑了出来 似乎想开车追回大壮 而这一幕刚好被还没走的希拉看到 她想下车查看情况 却发现大叔也出来了 四处乱看行为很奇怪 大叔钻进小美的车子 让她赶紧下车喝多了不能开车 一把将她抱起走进了屋子 希拉开始皱起眉头 小美被抱到沙发上 大叔帮她脱掉鞋子 搭上自己的外套 小美伤心地说我和大壮分手 大叔安慰她不要紧 她只是看不到你的闪光 不要为她掉眼泪 小美看着大叔说 你真是个好男人 希拉太幸运了 现在有你陪在我身边太好了 嘟囔了几句后马上睡着了 大叔不自觉露出怜惜的眼神 深情看着她 一转眼天亮了 大叔醒来一睁眼就看到小美 真是太幸福了 如果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秒该多好 她感觉胳膊一阵麻 原来给小美当了一夜的枕头 都快失去知觉了 她悄悄离开生怕惊醒了小美 直到日上三单小美才醒来 她下意识给大壮打电话 大壮当然没有接 小美一抬眼桌子上竟有丰盛的早餐 还有大叔贴心留下的祝福语 如果有事就打电话随叫随到 小小的举动 一下让小美感觉很贴心 这边萨迪克找上记者家 她说同意帮记者建网站 一起调查大叔的老顶 趁大叔不在家 希拉偷偷来到豪宅 在垃圾袋看到一堆照片 竟然是大壮和黑发姐的合影 大叔这边马上接到希拉的电话 被立刻叫回了家 希拉把照片往桌上一甩 让她好好解释解释 大叔拿起照片笑了笑 希拉问她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 你和我交往只是为了给艺术机构造势 你在骗我是不是 你说忙着工作要赶我走 其实是去见小美 我昨晚亲眼看到了 你还故意把大壮的前女友找来 你真是无耻 小美那个贱人 知道你做的事情吗 大叔淡定走过来 请你不要侮辱小美 我很爱她 不是我故意选的你 是你自己想和我在一起 希拉轻烈一笑 你也配说爱这个字 难道你不打算和我道歉吗 大叔问你够了吗 还想说别的吗 希拉捡起照片 说要去告发大叔 大壮必须知道这一切 不料大叔一把将她拽进怀里 死死扼住喉咙 希拉挣扎着 你让我赶紧离开 你不能威胁我 大叔松了手 希拉赶紧抛开直奔大壮家 这边大壮趁小美不在家回来洗澡 无意间看到桌上的早餐 正疑惑这是从哪来的 耳边传来门铃声 希拉在门口等开门 这时大叔发来消息 眼开看竟是约会时 私密视频 希拉不敢相信 她转身要走 偏偏大壮打开房门 问希拉发生什么事 半夜听到林响 千万别开门 女人来应门 大叔一把掐住她的脖子 压制在椅子上 小提快要咽气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昨天希拉正要告发大叔 却被她用私密视频威胁 面对大壮的疑惑 大叔谎称希拉要出国度假 退出咱们艺术机构项目 告发就这样失败了 两人也就此分手 这边正和大壮冷战的小美 来找小提做心理咨询 小提说出的几句话 让小美意识到自己深爱大壮 决定回家后和她和好 刚到家大叔上门来做客 难得和小美共处一室 大叔仔细打量着小美 觉得自己离追到她不远了 谈话间大叔得知 小美今天去找了小提 她顿时脸色不对了 这时大壮突然回家 两人一见面就互相认错 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偷听的大叔脸都绿了 难道大叔都白忙活了吗 两人相拥走进屋子 小美发现大叔不见了 好像从后门离开了 这晚大叔愤怒地质问小提 结婚的主意是你提出的吗 小提警告她小美根本不爱你 你要再这样执迷不悟 早晚又要住进精神病院 可我只想得到她 她就是我的水空气灵魂 你别忘了是怎么从地狱爬出来的 大叔说我不会忘记 或许我做不了什么 但生活会给她很多选择 第二天小美来给大叔送自制点心 感谢她的照顾 大叔也祝福她准备结婚 忽然慢慢靠近小美 像做治疗那样要她想象 结婚后的生活 你变成当红舞者了吗 还是熬成了家庭主妇 这个问题太现实了 小美不想回答 大叔说我感觉你做的点心不好吃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上班后大叔来见节目嘉宾 这富豪家抱不妻子 一直隐瞒真实的兴趣向 大叔希望他能上节目 给所有女性道歉 富豪当然不肯 这时他的助理突然闯入 有网站发新闻说他是个童 富豪气得当场犯病 而这条新闻正是女记者发布的 大叔的负面消息很快登上热搜 两个人很满意 萨迪克要求女记者 以后发布新闻前要提前和他报告 毕竟他也投资了大叔的节目 不能把自己也拖下水 女记者只是表面答应 他在厕所找到希拉 追问他和大叔分手的原因 希拉不想回答 记者霸道把他拦住 他立刻回家 要小弟马上发这条新闻 谁知小弟偷给萨迪克通风报信 紧接着就接到警告电话 他潇洒一挂要亲自发布 刚摸到电脑 不料突然停电了 萨迪克找上门来 质问记者为什么不听话 两人大吵一架 萨迪克问发现什么消息了 大叔和希拉分手了 他爱上别的女人 还不知道是谁 到我一定会查出来 第二天一早 大壮亲手为小美戴上订婚戒指 他感觉有点小 果然摘不下来了 只能先带着 回到学校上课 大家纷纷祝福小美即将结婚 忽然老师找到他 说你被纽约学院看中了 被邀请去那里学务 小美很疑惑到我没有发申请 难道是大壮发的 他匆忙来找大壮感谢 他正忙着装修艺术机构 小美问是你帮我发的吗 大壮疑惑没听懂 小美回答没什么搪塞过去 看来不是他做的 他忽然想到一个人 走进大叔家问他 大叔说你就当做典型的回礼 而你也足够优秀 否则纽约学院不会看上你 小美抚摸着戒指说 我不会去的 我要留下和大壮结婚 大叔看向他的无名指 都被勒红了 拿起水杯镜尸首再轻轻一转 就这样他将大壮亲手戴上的戒指摘下 然后起身让小美闭上眼睛 贴在耳边要他想象五年后 小美说我听到音乐了 我在舞台上跳舞 他们都为我鼓掌 我的海报贴在大街小巷 忽然睁眼醒来 小美感觉心情有点复杂 似乎现在结婚有点冲动 大叔说我尊重你的所有选择 然后拿起水杯一饮而尽 这是刚才给小美泡手的那杯 当美临别时 向大叔道谢 他关上房门 满意地笑了出来 几秒后有人敲门 以为是小美 结果是小题 他说今天有个短发女人 来找我调查你 我们好像有麻烦了 小美回家和大壮谈话 问他和艺术机构签订的合约 大壮说我五年内都不能离开这儿 小美很犹豫 大壮问怎么了 我被纽约学院邀请入学了 低头一看发现他的戒指不见了 女孩想出国学舞蹈 男友却不愿陪他一起去 她签了五年的工作合同 违约要掏天价赔偿金 女孩责怪男友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满脑子只有工作 而他们几天前刚订婚 这婚还能结吗 小美来找大叔帮忙 让男友退出艺术机构 不用承担违约金 大叔耐心地看着她 你找我帮忙我一定会帮 小美高兴地不知该怎么感谢 临别时她提醒大叔 最近有个女人站在自家门口 仔细打量着周围 感觉很可疑 让大叔小心点 她立刻打开监控 发现一个短发女人 这不是那个记者吗 她打听到记者的住所 踹了几脚破门而入 发现桌上墙上满是有关自己的资料 这边女记者打扮成护士 偷偷来到大叔住过的精神病院找档案 发现在小提离职前两天 医院发生过一场火灾 两件事也太凑巧了 里面肯定有猫腻 这时突然有工作人员过来 记者匆忙离开 谁料走到门口又被人拦住 男人见他面生要叫保安过来 紧要关头萨迪克的手下出现 假装患者家属才把他带走 经过这件事 女记者才知道 原来这萨迪克 一直派人跟踪自己 她气愤地回到家 发现萨迪克正等在自家门口 两人进屋一看门锁竟被撬开 屋内乱成一片 两人都惊呆了 再一看电脑也加密了 不用猜这肯定是大叔干的 他的工作一下陷入困境 第二天小美敲开大叔家的门 来问事情有着落了吗 大叔靠近小美说 机构已经同意大壮离职 他不用付一分赔偿金 小美瞬间喜笑颜开 正要走时 大叔提醒他 大壮这个人很难放弃事业 你有信心成为他的第一位吗 小美嘴硬地说 大壮很爱我 他一定不会选择放弃我 他高兴地跑去告诉大壮好消息 谁知大壮却说 即使没了工作也不能陪你去 我没办法放弃事业 泪水逐渐盈满眼眶 小美再也不想吵了 他彻底失望了 我不能管你了 我必须要去美国 大壮默默地表示接受 这边萨迪克还在和记者商量 下一步该怎么办 很少有人来按的门铃响了 女记者趴门一看竟是大叔 萨迪克赶紧躲在门后 大叔威胁他 如果再不收手 你承担不了后果 记者根本不怕 发誓要调查出他的全部 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伪君子 因为上次的节目嘉宾出事 在没人愿意来大叔的心理访谈节目 他做了一个震惊的决定 自己来做嘉宾揭露自己的秘密 而主持人交给刚聘来的学生助理贝贝 所有人都强烈反对 但大叔坚持要做 这边女记者伪装成律师 竟找到大叔的家人 老夫讲起这对夫妻俩死得很悲惨 被罪汉开车碾过 记者追问大叔的父母去世后 大叔是怎么生活的 谁知老夫一脸疑惑 你在说什么 夫妻俩根本没生孩子 小美独自来到机场 在甜品店等待成绩 忽然发现电视直播大叔的节目 Son bir sorun daha var Can Bey yıllardır uzun bir ilişki yaşamadınız acaba bunun yaşadığınız travma ile bir ilgisi var mı? elbette kaybetmek korkusu yüzünden bağlanma problemi yaşıyorum ama ilişkiyi yaşamamış olmam hiç aşık olmadığım anlamına gelmiş şu anda aşık olduğunuz biri var mı? 小美热言所思 他好像都明白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拿起手机发现有大壮的留言 大壮说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一直支持你 希望你在获得想要的东西后 能回来我身边 几句话让小美泪如雨下 他拿起机票狠心撕个粉碎 为了大壮他愿意放弃一切 这边大叔已经回到豪宅 收拾行李准备去美国 谁知一开门小提来了 他劝说大叔不能再执迷不悟 大叔嫌他多管闲事 小提掏出镇静剂对准脖子 大叔沉沉地睡着 男人回家发现本该出国的女友没走 他顿时欣喜万分 小美醒来告诉他 我不去美国追求舞蹈了 要跟你好好过日子 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 这边大叔的药效刚退 醒来后看到小提 责怪他不该多管闲事 小提问你想飞去美国和小美制造偶遇 这就是你的计谋骂真是蠢 他根本不爱你你怎么还不明白 大叔被这话刺激到了 忽然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竟然是小美 大叔瞬间笑了出来 让小美稍等一下 随后关上门 让小提赶紧去楼上躲一下 他简直无奈了 小美气冲冲走进家门 大叔想要触碰他 却被一把推开 小美说我看了你的节目 你偷偷潜入我的生活 我知道你的目的了 请你立刻滚开我们的生活 他转身要走 大叔一把抓住 问他为什么不出国 小美说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只想和大壮在一起 大叔却说你不要欺骗自己 你和大壮都无法放弃自己的梦想 你们不合适 大叔挡在门口 急切地说我搬家 让你比赛获胜建立艺术机构 都是为了你 小美不可置信 我要把所有都告诉大壮 揭露你的真面目 节目播出后瞬间登上热搜 很多网友在猜测 大叔的爱人究竟是谁 记者看着大叔的嘴脸 直言他还在戏弄大众 我早晚要拆穿他的谎言 这时突然接到萨迪克手下的电话 竟然通知他们合作结束 记者无法接受 既然如此他决定独自战斗 这天艺术机构终于开业了 来了很多人捧场 大叔主动凑近小美 小美说我会马上告诉大壮一切 大叔挑衅你可以现在就去 小美气愤地拿起水果刀 一把刺中大叔手指 这女人开始变狠了 第二天本该离开的小弟又回来了 他自愿和记者继续工作 小弟侵入萨迪克所有的信息系统 发现他来到了海边 记者立刻来到这里 亲眼看到大叔来和萨迪克见面 两人在游艇里聊了半天 可距离太远 记者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这边小美接到邀请 去录制一段音乐视频 到了现场后发现服装太暴露 小美拒绝了 换上了自己的练功服 小美被要求穿高跟鞋跳舞 她根本没法好好跳 工作人员还要她再放开点 真是太为难了 中场休息小美来看视频 竟然一直对着自己的屁股拍特写 小美问你们怎么这样 请你删掉不能用这个视频 我还是个学生影响不好 导演却叫来手下 让人赶紧把他赶走 小美气的说不出话 她回到房车休息室 拿起手机给大叔打来电话 可此时她正准备开新闻发布会 曾经节目给大众造成的误会 贝贝发现大叔忘拿手机 匆忙来给他送手下 却把他拦住 贝贝大喊一声 大叔这才接到电话 得知小美的情况 他安慰到等我几分钟 我马上去帮你 大叔登上舞台 心里却一直想着小美 还没坚持一分钟 直接转身离开了现场 所有媒体都震惊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叔来到拍摄场地 几句话就让导演删了视频 还给小美低头道歉 随后两人一同离开 大家都在疑惑着女孩 到底什么来头 两人走进一间废弃仓库 小美向大叔解释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件事 我想打给大壮 但选择打给了 小美问你为什么帮我 不要把我比作任何人 只要你有困难 我一定会帮你 暧昧的气氛瞬间被点燃 两人紧盯着彼此 距离逐渐靠近 女孩主动现吻大叔 两分钟后却哭着逃走 要回家找男友 看到男友眼神中对自己的爱意 一股负罪感涌上心头 大壮问她怎么了 她只能解释今天太累了 第二天小美醒来看向窗外 大壮怎么带着大叔一起回家了 她想起昨天 吻了大叔后她后悔万分 怎么能做这种事 大叔还说要她在今晚之前再联系 想好究竟要选择谁 小美很尴尬 走到厨房发现大叔竟要留下吃饭 她只能借口还要上课 匆忙逃跑了 谈话间大叔说 昨天小美的工作不顺利 大壮疑惑她根本没和我说 大壮说别担心 我打个电话就帮她解决问题了 大壮似信非信地向她道谢 晚上大壮来问小美 昨天你被设置组欺负 怎么不打电话给我还瞒着我 小美解释我怕给你添麻烦 担心你不让我再出去工作了 大壮一点没生气 安慰她下次应该第一个找我 随后大壮出去应讨了 小美赶紧给大叔打电话叫到家里 质问她为什么偷偷告诉大壮这件事 大叔狡辩从我口中听说这件事 总好过道听途说 小美让她快过 是你允许我进入你的生活的 如果你的心没有对我敞开 我也不会挤进去 这真是三寸不乱之时了 明明是你主动吻我 你主动给沙漠中一个口渴的人水喝 怎么还要对他生气 大叔主动递给他水果档 就这样再次刺伤了大叔 小美送大叔到医院 处理伤口时被人趁机拍了照片 大叔第二天只能找贝贝 去医院跑一趟删照片 记者听说后也赶来 结果扑了个空 虽然他和萨迪克的合作结束 但经历上次大叔撬门的事情 萨迪克帮他在酒店安排一间房 就在自己的房间旁边 趁着萨迪克出门 他偷偷来到房间 打开他的电脑查看邮件 竟有一份收据 萨迪克有一个过世的妻子 竟是大叔以前的病人 而记者所做的一切 正好被萨迪克通过监控 全部禁收眼底 富婆来看心理医生治病 大叔出门给他倒杯水的工夫 富婆竟饮蛋自尽了 他来摸了摸紧动漫 确实没气了 打电话给他的丈夫萨迪克 大叔被要求保密 因为妻子是被他爸爸逼破 嫁给萨迪克的 如今他不想因为妻子自杀 毁掉了自己在生意场上的名气 这天闺蜜到小美家来做客 谁知大壮顺便也请来大叔 让小美感觉很尴尬 闺蜜又开始和大叔调情 小美嘴上拒绝却一直偷看大叔 不一会儿 小美发现大叔和闺蜜没影了 循着声音找到地下室 透过门缝镜看到两人在一起 一股复杂的感觉涌上来 他慌忙逃走 大叔却追了上来 这边记者的手下小弟 窃听到萨迪克的谈话 得知一个地址 那里藏着大叔保存的病人资料 原来大叔最喜欢收集病人的弱点 关键时刻拿出来要挟对方 而萨迪克和他的前妻就是受害者之一 萨迪克要派手下去拿回资料 小弟赶紧打给记者 表示自己会赶在萨迪克之前 亲自去拿来 记者警告他不要那里太危险 可小弟还是不听劝 独自来到这间神秘的房子 这边小美来到艺术机构见大壮 所有人正在开会 会议结束后 大叔竟当众对小美提出 亲自在他回家 这么多人面前 小美反应迟钝没能拒绝掉 车子刚开了没多久 大叔竟摸上小美的大头 小美瞬间怒火中烧 无自觉加快车速 大叔却笑着非常享受 真是太欺负人了 两人不自觉地再次靠近 突然手机警报响起 原来是小弟打开了保险箱 大叔立刻下车赶去 这边小弟也发现触发的警报 还有人试图破门 胆小的他被吓坏了 慌忙拍下照片 来到阳台准备逃走 可是楼太高了怎么办 转身看到墙上的管子 他准备堵一把 不久后记者赶到 却发现小弟被摔死了 唯一的战友就这样没了 记者说不出话 一抬眼发现大叔竟也来了 小情侣俩正亲热 窗帘也不拉 大叔在监控看得口干舌燥 他憎恶大壮这个男人 恨不得一脚把他踹走 这边屋里突然一飞 把小美大壮都吓了一跳 难道停电了吗 紧接着闻到一股焦味 电闸竟然着火了 大叔回到监控前 心满意足地看着一切 他很满意自己的杰作 隔天在休息室 小美收到大叔短信 说要来学校看自己 这太荒唐了 小美吓得赶紧删掉信息 一旁闺蜜看他脸色 不对问他怎么了 他只能搪塞了过去 不一会大叔到了 先跑去和大壮打招 有意透露是小美 给他主动发消息 邀请他过来 大壮听这话 隐隐有点不高兴 大叔这招实在太绿茶了 这时小美和闺蜜走进教室 大叔迅速给他发了条短信 手机响起的瞬间 果然引起大壮的怀疑 仔细看小美神色慌张 大叔还在看手机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去又说不出 大叔随后走出教室 闺蜜问小美 你在和大叔发消息吗 闺蜜有点生气 跑出门质问大叔 确认自己被耍了 原来他从头到尾 喜欢的只有小美 闺蜜气得直接回家了 小美也无心练习提前回家 哪知大叔直接跟来 当年质问你究竟选谁 小美说我希望你能离开 我两天后就要结婚了 大叔问 难道我和你经历的都是错觉吗 我可没有偷偷潜入你的生活 是你允许我这样做的 你明明也爱着我 偏偏这时大壮回家 正好听到这段谈话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大叔 我把你当兄弟 你去看上我女朋友 大壮上手就是一阵暴打 小美淡定了 一点也没有阻拦的意思 大叔离开后 两人开始争吵 小美骂他蠢 只顾着忙艺术机构 一步步走进大叔的圈套 大壮责怪小美 你没有早点告诉我 现在来责怪我 如果你态度强硬 大叔还会钻空子吗 自从他搬到这里 你就变得堕落了 你还利用了你闺蜜 他今天也发现原来你是个贱人 他说到这里 对彼此的伤害都太大了 第二天小美醒来 向窗外望去 竟发现大叔的房子 贴上了代售广告 难道大叔离开了吗 这女孩太惨了爱上一个大叔 如今却发现 大叔真正爱的是闺蜜小美 小美知道实情却不告诉她 小美过来道歉 她也觉得假惺惺 这边大撞向合伙人提出 第二天一早 小美早早醒来 小美 小美 请订阅观看 这个大叔来看房 意外发现隔壁有个跳芭蕾的少女 本来他不想买房 立刻改变主意和中介下班 搬到少女隔壁 隔着窗子看到他和男友亲热 大叔很是嫉妒 接下来他花了三个月时间 终于挖到了小美的墙角 他以为是自己的魅力很大 殊不知小美早已发现他偷看自己 只不过是他的猎物之一 大叔得到小美后 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买豪宅 先看了城市最高海拔的公寓 又来到郊外田园大别墅 如果小美看不上那就再换 他毫不避讳工人的目光 光天化日之下放四条都大叔 大叔实在招架不住 这对小情侣的日常 把一旁的工人都给看呆了 而这边失去小美的大壮 整天烂醉如泥 在街上晃荡了两个月 后来跑去了意大利旅游 剪短了长发 乍一看以为汤姆克鲁斯 走进一家酒馆 忍不住弹上那里的钢琴 因此吸引了一个女服务员 两人聊得投缘 一直到酒馆打烊 两个人一见钟情 这天晚上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此时小美跑去一个著名舞团面试 却被教授告知名额已经满了 她这段日子光顾着和大叔享受 毕业后连工作都望着了 小美不甘心 跑到等待面试的队伍中 偷偷看了一眼名单 记下一个女孩的信息 冒名鼎替她进场 她意外跳得很不错 台下评委纷纷给她鼓掌 回到家和大叔撒娇时 她表示非常有信心自己能入选 然而她第二天去找教授时 却被告知自己没有入选 小美解释如果是因为冒名鼎替的事情 她愿意和所有人道歉 可教授仍说出很多理由拒绝了她 正当小美绝望的时候 撇到教授收到的礼物 上面竟是大叔的名字 她瞬间明白这都是她安排的 她气得给大叔打电话 骂她这个变态的控制狂 又妄想控制自己的一切 大叔却异常平静 让她来到自己的老宅 一进屋她被满桌的监控吓了一跳 大叔贴在她的耳边解释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 每天我通过屏幕看到你的一举一动 我不想你参加那个舞团 希望你永远陪在我身边 对于大叔来说 这就是她对爱的偏执疯狂痴迷 这一天 她带小美买下海边的一栋别墅 再次向小美表白 而这边大壮突然回到老房子 这个大叔早上醒来 发现有美女在她的豪宅跳舞 纤细的腰肢柔软的四肢 把她当场看呆了 还好这美女是她的女朋友 可很快她发现了不对劲 小美练舞实用的音乐 很像她前男友大壮写的曲子 她急忙把音乐关掉 小美发现她来了马上跑到身边 主动对大叔说起甜言蜜语 可大叔却一脸严肃 问她音乐哪来的 小美解释只是网上随便想 大叔还是有点疑 但她不想破坏心情 因为今天是他们在一起三个月的纪念日 大叔也对小美放松些 允许她去舞团上班了 遗憾的是她没有当上领舞 还有很多同事怀疑她 因为和大叔谈恋爱才进到这个舞团 小美一听脸色不太好 其实也没说错 白天上班后 大叔心里一直想着小美 匆忙把学生助理贝贝找来 让她跑腿带给小美一份力 贝贝还以为是要解释 原来只是和小美有关 跟大叔顶了一句嘴 惹得她有点不高兴 最后她也只能照着 送到舞团的休息室 小美打开盒子一看 竟然是一串车钥匙 小美兴奋急了要跑出去看车 可贝贝却有点神色落幕 看到新车的小美开心极了 赶紧给大叔打电话感谢 这边大叔查看老宅的监控 竟发现大壮突然回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其实大壮是来收拾屋子的 拿走自己的东西 可是一进屋就看到小美的东西 这些对她来说已经是垃圾了 她准备卖掉这栋房子 万万没想到在第二天 大壮收到舞团教授的工作邀请 殊不知小美也在这 大壮对教授说如果我录制 你必须要给我更多的管理权利 教授觉得有点为难 都心领神会尴尬地笑了笑 这时大壮一回头 静一下和小美对视 两人瞬间表情凝固定格在原地 大壮匆忙走了出去 小美也跟着追来 气愤地问她为什么来这里 你应该离我远点 大壮微微一笑 你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吗 然后潇洒走了 殊不知两人见面 正好被女记者的朋友拍到 女记者直接将照片送到大叔那里 拿来威胁大叔 自从大叔签约了新的电视台后 女记者也跟来这里 在另一档八卦节目做主持人 大叔不喜欢被威胁 不知道女记者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小美和前男友大壮偶遇时 被有信任派遣 大叔拿着照片质问小美 他表示我已经警告她 不要再踏入我的生活 但大叔还是无法放心 他对小美说不能靠地 你选择和我在一起 必须要能正视大壮的存在 不久大壮在老宅打包好心意 准备离开这儿 还给小美发了东西 让她尽快取走她的东西 可小美回到老宅 一直徘徊在门口 无法鼓足勇气进屋 还是选择了逃跑 回家投入大叔的怀抱 大叔早知道这件事 表示会让手下帮她拿东西 小美说自己不想看到大壮 大叔劝她必须要振作起来 否则大壮会像幽灵一样 游荡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天黑了大壮前往机场 准备去意大利见女友 忽然间接到舞团教授的电话 说投资人答应他的要求 让他快点入职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改变主意 第二天直接回到舞团 在教授的介绍下顺利入职 在场的小美得之后 简直不敢相信 生气地跑了出去 不料一把被大叔拉住 他问大叔你怎么来了 你知道吗 大壮来这里上班了 大叔淡定表示我知道 是我安排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叔解释我们必须要敞开除 直面你的恐惧吧 这边记者经过多方打听 竟找到了大叔的前女友 一听到是为大叔而来 女人愤怒地要关门 推拉中记者猛地看到女人的脸 留下严重的烧伤 大叔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这个大叔太心机 为了考验女友的中心 把他的前任安排成他的同事 小美得之后对大叔发火 你的控制欲也太强烈了 把所有人当成棋子玩游戏 大叔却说你早晚要面对他 只要对我足够坦诚 你有什么害怕的呢 小美无奈了 如果你非要玩这场游戏 我答应你加入 第二天小美在舞团训练 看到05艾斯受到大家欢迎的样子 心里非常嫉妒 假装不在意 坐着摆弄手机 排练刚开始没多久 艾斯忽然犯了错 他解释自己膝盖上的伤还没好 教练表示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排练 这时小美跑来自荐 表示自己可以顶替艾斯的排练 于是教练答应了 还不到一分钟 大壮对教练提建议 这样做不太好 教练又反悔立刻停止排练 小美以为是自己哪里跳得不好 大壮走上前 训斥她被野心冲昏了头脑 展现不出主角的精髓在哪 当着所有人的面让她难堪 小美难过得涌出泪花 她开始恨这个男孩 回到家她找到大叔 向她打听05艾斯这个人 大叔表示我的节目曾经 拟过她当嘉宾 她的经历很无聊 小美张口向大叔要05的位置 最好在海报拍摄前 让自己成功当上 大叔哪里受得住她的撒娇 第二天便匿名向女记者主持的名人八卦节目 爆料了艾斯劈腿男朋友好兄弟的消息 很快消息在网上发酵 助理来告诉艾斯 她当场就崩溃了 跑出去打给男友疯狂解释 同事来找小美八卦 小美虚伪地说很担心艾斯 背地里却给大叔发短信表示感谢 这下她有希望当选女一号了 艾斯哭着跑回来 对教练表示自己要退出这场表演 不久制片人也打来电话 要求重新选拔女一号 大壮听了很不高兴 她最不想让机会落到小美头上 这边女记者才发现自己被大叔爽了 为了能让小美当上女一号 又毁掉了一个女人的前程 而且还是她亲自发布的八卦新闻 大叔表示 现在你我已经在一条船上了 这让记者觉得很恶心 很快小美被叫到制片人面前 邀请她参加女主角的试镜 小美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还特意请求穿着戏服 来参加试镜 得知消息的大叔 也跑来观看选拔 小美自信地在台上 介绍自己对女主角的理解 不料这时 大壮带着艾斯回来了 艾斯表示自己后悔了 现在打算回来继续参演 大壮看向小美 他觉得非常委屈 愤怒地跑到后台发火 大叔紧跟上来 大叔让他冷静下来 我可以为你冒一切风险 等我想办法来解决 小美这才恢复理智 表示愿意信任他 大叔在更衣室外等小美 大壮主动靠近他 询问是他安排自己来这儿的吗 大叔莫不作声 大壮一眼看出他的胆怯 大叔明显害怕会失去小美 他只能强装淡定 这边女记者再次找到大叔的前女友 又一封信告诉了他 大叔又伤害了更多的女人 前女友终于肯和记者见面 诉说起当年自己的遭遇 原来他与大叔相遇时 他已经嫁做人妇 后来因此选择离婚和大叔在一起 刚开始一切生活都非常梦幻 直到有一天他的前夫回头来找他 大叔像变了个人 小美正在经历了一切 似乎正在不前女友的后尘 这一次大叔会做些什么 大叔吃起醋来太可怕 故意放出小美和前男友同框的绯闻 然后玩失踪 小美疯狂给大叔打电话 大叔一直不接 很快舞团制片人也找到他 表示他的绯闻已经影响到表演 劝他退出这个项目 小美无法接受 跑到大叔的办公室 问贝贝他在哪 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 大叔跑去了哪里 全都忙着打电话 应付媒体的来电 他只能先回家 一个人孤独的等待 这边大壮也被卷入到绯闻中 面对记者的狂轰烂炸 他表示自己和小美早已是过去时 这起事件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直到这天傍晚 大叔终于发来短信 要贝贝去参与节目的后期剪辑 贝贝很慌张 他才刚学会剪辑 就让他上手 可大叔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刚做了没多久 大叔忽然来了 消失了一整天 终于出现了 这一晚两人忙工作太晚 直接睡在办公室 第二天早上 贝贝发现身上 披着大叔的衣服 起身还给了大叔 忍不住在他的脸颊亲了一口 这时同事带着咖啡回来了 正巧大叔也醒了 贝贝瞬间慌了 自己偷亲的事到底有没有被发现 他发觉自己好像爱上大叔了 大叔终于肯回到家 小美见到他想念的不得了 主动承认错误 因为自己神经大条 才会让有心人钻了空子 大叔却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 只是很讨厌被人嘲笑 以为戴上了绿帽子 几句话就让小美倍感自责 把心思又挽回到自己身上 大叔这出自导自演真的赢了 小美做出了一个决定 准备嫁给大叔 在舞团的发布会现场 大叔和小美当众宣布 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所有人都投来热烈的掌声庆祝 同时在场的女记者不敢相信 小美嫁给了大叔 等同于踏入地狱 她的下场不会比大叔的前女友好 她偷偷来给小美发出警告 可小美却当她是个疯子 听不进去任何话 记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带大叔的前女友 登上自己的直播节目 面向全国揭露她这个粉 被前男友害得半张脸都毁容了 正当她考虑要去电视台揭发大叔时 大叔竟然找上了家门 原来她从小美那里得知了女记者说出的事情 前女友害怕的蜷缩在角落 大叔说她这次来 只是为了不被告发 自己已经洗心革面 就当是为了小美着想 前女友担心自己的安全 只能掀口头答应 到了女记者节目开播的时间 她还是悄悄来到电视台 她穿着清洁工的衣服做掩护 谁知在路过一处门口时 正巧被大叔看到 凭借和前女友多年的相处 心思缜密的她 一眼就认了出来 迅速跟了上去 前女友还没意识到危险 给女记者打电话 询问具体的房间 挂掉电话的女记者 觉得心里没底便出来检查 却因为时间紧张被同事赶了回去 果然前女友被大叔抓住 大叔表示我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 大叔口中不停喊着冷静 就这样将前女友杀了 这边记者听到同事在喊 有人从顶楼掉了下来 他急匆匆来看 竟然是自己最不想见到的脸 为了揭发大叔 已经有两个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大叔找到了这个男人 他是萨迪克过世前妻的父亲 也是电视台的幕后操控人 大叔拿他女儿的心理治疗录音带做要挟 老家伙只能帮他擦屁股 这边女记者开始害怕了 他现在住在阿姨家 为了不让更多人受伤害 他打算收拾行李跑路 可就在这时家里来了陌生人 一进门就将两个人打晕 到处乱翻 最后带走了记者搜集的证据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记者缓了过来 拼命摇晃阿姨但却没有回应 忽然听到有人进屋了 记者很害怕 原来是萨迪克 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过去几天他一直在找他 这个萨迪克出现得太晚了 大叔带小美来高级餐厅吃饭 小美却闷闷不乐 他说妈妈突然打来电话 询问他结婚的事情 但妈妈在他小时候 就抛弃给奶奶抚养 母子俩感情不深 所以他根本不想接电话 大叔安慰他没关系 如果不想接电话就不接 我们有彼此就够了 回到舞团休息室 小美主动向艾斯说了 这件事 虽然因为跳舞两个人 曾经闹过矛盾 但现在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艾斯贴心地安慰了他 小美刚走出更衣室 大壮的跟班女学生 突然叫住他 告诉了一个震惊他的消息 艾斯竟然偷偷和大壮打扑克 小美顿时感觉晴天霹雳 这个女跟班因为单恋大壮 出于极度小美做出了这件事 但他没想到 这个举动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这边大叔竟然雇人 在小美的舞团 四处安排了监控 为了监督他和大壮的一举一动 他连工作也放在一旁不管了 大叔真的太疯魔了 小美拉拢了他的一个小跟班 要他在练舞的时候 偷拍下艾斯和自己的对比图 然后放到网上爆料 消息很快发酵 许多网友都说 艾斯不配做女一号 让他滚出去 得知消息的艾斯很愤怒 他仔细回想 带着怀疑的态度来找小美 小美直接向他承认 是自己的做的 坦白地自己知道的一切 真心想交朋友的艾斯不敢相信 到了下午正式彩排时 大叔也过来参观 可艾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他没能完成动作 一回头看到小美的模样 气得直接要动手 所有人上前来阻拦 艾斯直接当众说出了所有事情 大叔顿时明白了 原来小美还在为大壮吃醋 怪不得他一整天闷闷不乐 第二天艾斯直接来找制片人 表示自己要正式退出表演 小美顺其自然当了女一号 艾斯向小美道歉 如果是因为大壮的事情 他已经得到了惩罚 但是你不能太过分 已经得到了大叔 心里却还想着大壮 还要做女一号 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 谁知小美更过分 艾斯哭着离开了这里 不久大壮接到一通电话 他说艾斯离开这里后 状态非常差 发生了严重车祸 现在正在抢救 所有人被惊呆了 小美不敢相信 这时贝贝来帮大叔送花 殊不知连花上也绑着摄像头 小美看到礼物根本笑不出来 他很后悔自己竟然耍音的 毁掉了艾斯 大叔从监控看到小美的模样 想立刻去安慰他 不料小题却来了 他听说大叔为了小美 连工作也不做了 想来劝他认清自己 这边大壮来安慰小美 小美既自责 也埋怨大壮 两个人为了这段感情 都在伤害身边的人 大壮主动来抱小美 想让他恢复平静 谁知竟然旧情复燃了 这一幕被监控正好拍下 可大叔并没有看到 小题说如果你再不回头 又要有更多的人受伤害 这边贝贝发现自己把手机落下 返回休息室取手机 却正好看到大壮和小美 大叔被小题带到了一处公厕 让他好好回想自己是谁 原来大叔出生时被亲生母亲 丢弃在粪坑里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后来送到精神病院 小题对他来说相当于妈妈的存在 如果大叔再继续犯错 他也没有办法阻止大叔了 可面对小题的提醒 大叔却拒绝听他的任何意见 这天大叔终于恢复了工作 开始录制节目 小美来现场观看 小题趁机将他叫到一旁 表示自己已经从贝贝那里 得知你和大壮旧情复燃了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尽快离开大叔 可小美却很自大 表示自己已经有打算和大叔分手 但不是在你的指挥下 中午和大叔吃饭时 小美艰难地提出了分手 表示自己感觉迷失了 一切事情发生得太快 现在暂时分开是最好的选择 大叔却立刻拒绝了 他说你和我不是无缘无故在一起的 大壮给不了你想要的 你的闺女们也背叛了你 只有我能满足你被爱和跳舞的梦想 小美再次提出分手 可大叔最后还是不同意 这边小提找到了贝贝 向他解释了自己和大叔所有的经历 小提说自己患癌了活不了多久 想让贝贝接替自己照顾大叔 而贝贝自从目睹小美和大壮接吻 就觉得小美配不上大叔的爱 他决定帮这个忙 小提将大叔的治疗档案交给他 委托他转交给小美 这份资料一定会让小美和大叔分手 可让人意外的是 大叔通过监控看到贝贝来送资料 立刻赶到舞团想阻止 正好遇到要离开的贝贝 贝贝瞬间明白大叔的来意 拿起手上的资料表示自己还没给小美 大叔一把拿了过来 他闯进小提的家要和他算账 小提感觉不妙匆忙逃跑 打算钻到卫生间 大叔紧跟上来 拉着钟小提说出小美背叛他的事情 但大叔不想相信 小提趁机关上了门 他明白今天自己走不出去这间房子 与其让大叔再背上一条人命 不如自己来动手 不久大叔发现屋里没动静 闯入一看小提已经自杀了 这边女记者也刚得知大叔的所有消息 匆忙跑到舞团来警告小美 向她解释了所有事情 让她现在立刻逃跑 否则生命会有危险 小美回到家 随便收拾了几样行李 开门准备离开 却遇上刚好回家的大叔 小美得知大叔的真面目想要逃跑 却正好撞到大叔回家 他解释小提自杀了 因为自己当众解雇了他 小美不知该做些什么 又想尽快逃走 又想安慰大叔 看她难过的模样 决定先放弃离开留下陪她 就在大叔洗澡的时候 小美听到大叔手机响了 拿出一看竟有一张带写的信封 上面写着一个名字 这和女记者告诉她的一模一样 这才是大叔的本名 小美终于意识到危险 原来大叔真的是个杀人狂魔 他急忙穿上衣服 收拾钱包拿上护照 走到大门发现 大门立马已经被改了 恰巧大叔已经从预示出来 在喊小美的名字 小美急中生至走到厨房 说自己在煮茶 这才成功躲过一劫 第二天一早刚得知小提去世的贝贝 上门来找大叔 他想来骂醒大叔 为了小美竟然逼得小提自杀 大叔却解释说自己 很早就给小提发出警告 是他咎由自取 现在贝贝对大叔简直无法理解 当面咒骂他和小美 两个狗男女真是天造地设 他决定辞职离开大叔 贝贝离开后 大叔向小美坦白自己已经知道 他和大壮的事情 小美感到很害怕 他祈求大叔原谅自己 大叔表示我可以容忍你一次 条件只有一个 退出舞团演出今后不准和大壮来往 小美立刻答应了他 而且现在就去告诉舞团教练 然后和大叔参加小提的葬礼 可是就在要出门时 小美接到一个电话 大叔打开了免提 是舞团教练打来的 说女记者来舞团找他 大叔瞬间变了脸色 一把抢过他的电话扔掉 小美露出惊慌的神色 大叔拿起背包 里面装着现金和护照 问小美你要逃跑吗 大叔真的生气了 一把江小美拉进卫生间 将他反锁了起来 然后开车出门 大叔来到舞团外 正好看到女记者开车 她一路跟踪她到郊外 故意撞翻记者的车 这边小美急迫地想逃走 她想办法打破了厕所的小窗户 可这里到地面组有三层楼高 唯一掏出的办法就是跳下去 她给自己撞胆 一股做气跳了下去 在这郊外她根本没办法走出去 好不容易遇到一辆车 对方却不肯停下 很快第二辆车来了 小美回头一看 却绝望地发现 车上是大叔 她不要命地逃跑 突然脚下一滑摔倒了 还撞到了脑袋 大叔将她抱回家 想用冰袋给她敷一下 小美恳求大叔让自己走吧 等平静下来再谈话 大叔再一次拒绝了她 我可以给你任何想要的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趁大叔转身 小美拿起东西狠狠砸向她 迅速跑到一楼 可怎么也按不对密码 就连窗户也是不易碎的玻璃 小美只能跑上二楼 大叔紧跟了上来 催促她快点开门别做傻事 小美没有回复她 不久屋子冒出烟雾和火苗 大叔叫她快开门 屋子已经被她点燃了 大叔瞅准机会 将小美背起来走出屋子 对她说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小美一把抓住大叔 两人一起从二楼跌落 为何大叔同归于尽 可从昏迷中醒来后 小美发现自己的右腿打上了石膏 她害怕自己再也不能站起来跳舞 惊恐地大喊 喊来了大叔 原来她没有受伤 现在他们在大叔的另一处公寓 小美恳求大叔让自己离开吧 大叔表示等你病好了 我可以放你走 但是你不能否认 我们是属于彼此的 小美在上厕所时 意外发现自己的腿一点也不疼 仔细一想才明白 这是大叔骗她的 还给她吃了镇静药物 自己根本没受伤 趁大叔去公司上班 她设法逃出公寓 开着大叔的车逃走 跑到警局报案 可警察根本不当回事 以为是夫妻吵架 还给大叔打个电话 当大叔闻讯赶来时 发现小美已经离开了 她跑到了亲生母亲家 本来打算借住一晚 可母亲却对丈夫介绍她是侄女 根本不认她这个女儿 小美再一次失望地离开 就在门口大叔追了上来 还好有两个保安阻拦 小美再一次逃脱 可刚走了没多久 小美发现车子没有了 她身上没有钱包和手机 只能选择汽车离开 这边小美妈妈忽然约大撞出来 向她讲了小美的事情 妈妈说女儿没有明说 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撞得知后很担心 可怎么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小美 就像是心有灵犀 小美设法接了陌生人的电话 终于和大撞联系上了 大撞亲自开车来接小美 两人相见了一刻 小美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点 至于大叔她回到空荡荡的公寓 看着小美的东西思念着她 她无法接受小美的离开 这边女记者侥幸没死 被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救治 这让她想揭露大叔的意愿更加强烈 第二天她独自回到家后 收到一张光盘 里面是大叔杀害前女友的监控 这是萨迪克给她偷偷寄来的 记者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光盘上 顺利交到以前的同事那里爆料 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 警局也对大叔发出一级带鼓令 她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大撞和小美也从网上看到了消息 为了安全着想 大撞准备带她去其他地方中 与此同时为罪潜逃的大叔 来到大撞的公寓楼下 亲眼看着两个人离开 她感觉十分心痛 可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一个月后 大叔走在街道上 看到小美成功当了你以后 她的音乐剧就要上了 大叔逃亡的一个月来 一直在暗中跟踪小美 看到她又回到了大撞身边 大叔心里感受到的只有酸色 这段日子她躲在一个酒吧女家里 这女人因为曾接受过大叔的帮助 好心劝她赶紧逃出国 换个身份好好过日子 但大叔对小美的爱态病态了 她说自己即使已经失去前地位身份 也无法忘记这个女人 这边小美在家中看到新闻播报 大叔似乎已经伪造身份出国了 小美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这肯定是大叔故意的计谋 大壮觉得小美压力太大 劝她不要胡思乱想 警方不会搞错的 看在小美还不放心的份上 大壮只好给她请了一个保镖 负责她的人身安全 小美来到商场买衣服 一路上总觉得大叔在跟踪自己 试衣服时看到门外有人隐晃动 立刻打开门检查 但没有一个人 仔细一看地上有根红羽毛 她惊慌失措跑出来 要销售员赶紧报警大叔在这里 商场保安走过来安慰她 不要紧张过度了 我们都守在门口没看到有人进来 女销售员拿来一件衣服 解释说羽毛可能是从这里掉出去的 难道真的是虚惊一场吗 小美顿时没有心情逛街了 保安只能开车送她回家 实际上小美的直觉是对的 大叔确实一步步离地跟踪着她 今晚就是音乐剧正式开演的时候 发布会上小美竟然戴上了红羽毛 对着媒体表示自己要和大叔离婚 与此同时大叔在网上看到消息 这是小美对她赤裸裸的挑衅 她不想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想引大叔露面当面解决掉所有问题 几小时后舞剧如期开演 而大叔伪装成摄影师 混进了后台 中场休息时 小美回到后台 她在考虑大叔究竟会不会出现 就在这时大叔向她扑了过来 贪婪地嗅着她的气味 大叔说我绝对不会放弃 我说过事情还没结束 突然小美掏出一把枪 大叔表现得很淡定 小美说你是人生中第一个 看透我内心的人 你爱的是我的伤口 滋养着我所有的贪婪 和你在一起会彻底毁掉我的 大叔恳求小美再给她一次机会 小美拒绝了一切都结束了 如果你不能继续爱我 那就杀了我 小美却对准了自己 祈求大叔放过自己 片刻小美回到舞台继续演出 女记者独自跑到后台 发现一地狼藉 立刻叫人报警 这边小美终于完成了表演 演出非常成功 可就在结束时忽然倒在地上 大壮让人快叫救护车 原来刚才在后台 小美误伤到自己 大叔要帮她包扎伤口 小美催她赶紧离开 如果还爱我就放手吧 一切都结束了 大叔望着小美欲言又止 最后他失落的选择离开 摘下了他们的婚线 刚走到门口 警方就赶到了 大叔举起双手投降 微笑着看着一切 很快大叔以谋杀罪被起诉 在监狱中 有一个女人来看望大叔 她就是贝贝 大叔问她为什么在这里 贝贝说自己已经成为了心理医生 今后在这工作 自杀的小提将所有遗产都留给她 贝贝将接替小提 继续成为大叔的救赎者 不久后大家的生活都有所改变 大壮继续做音乐 免费给贫穷的孩子们上课 而小美成为了知名舞者 开始教小孩子们学习舞蹈 她已经和大叔离婚了 但没有选择和大壮复合 生活似乎又归于宁静 在狱中的大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